是不難的 這裏是講到《輕鬆德性》的大綱 這裏就不講了 我們現在看第一點 裏面有十點的 有三大部份 有十點 大家在目錄會看得到 葉素亦都告訴你 就是從主的愛得力 這是第一個部份 神的愛很個人化 祂關心我們的感受 神的愛不是只愛 一大多人 祂有愛一大多人 但祂逐個逐個愛 神是很特別 我們人就沒辦法了 我們沒辦法能夠愛億萬人 你都不記得誰打誰 但是神有這個能力 祂逐個逐個愛 這是神的特色 祂有這個能力 但祂願意這樣做 這是神的很大的特色 十二年血流的婦人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這個婦人 她就有血流 找醫生又醫不了 用了她的錢 她就想到一個方法 她聽到耶穌能夠醫治 她的心裏 相信耶穌一定是神派來的 然後她就想到一個方法 她就秘密去摸耶穌 因為她不能夠公開 因為按照一個律法 血流是不潔淨 不可以碰人 耶穌有這麼多人跟著她 整條街都是人跟著她 如果她去摸耶穌 一定就會犯律法 所以她不敢出聲 但是她又很迫切要得醫治 她就秘密走去耶穌後面 一摸耶穌 耶穌就說 誰摸我 那些門徒就說 眾人都擁擠你 為何你問誰摸你 耶穌就回答 總有人摸我 因為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 這其中一個經文 是支持按手祈禱的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 和第八章 第八章就說到十二年血流苦人 耶穌就說 總有人摸我 因為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 第六章就說 眾人都想要摸耶穌 因為有能力從他身上出來 治好他們 這兩個經文都很清楚說到 那些人很想摸耶穌 即是說這件事是一個很普遍的東西 如果不普遍 《路加福音》也不會把他寫出來 即是《路加福音》聽到的人 都很想摸耶穌 為何呢 因為有能力從他身上出來治好他們 為何 一方面有時耶穌的醫治 是不用摸的 不用碰的 但是的確耶穌很多次按手 而那些人發覺 他們摸耶穌 就會有能力從他身上出來治好他們 所以他們發現這件事 身體接觸是可以傳遞神的能力和醫治 所以聖經不同的經文都說到按手 有舊約 約書 因為曾經被摩西按手的頭上 就被智慧的靈充滿 在新約裏面 就是門徒 去按手在以弗所和薩瑪利亞的信徒 他們又被聖靈充滿 亦都有按手得醫治 而正如我所說的經文是支持 支持 為何會按手有 即是神的工作 即是聖靈的工作 能夠透過身體接觸而傳遞 這是一個支持 我想說一個支持 為何按手會特別是神使用的方法 而耶穌特別吩咐到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為何會這樣說呢 可能是聖靈可以透過按手傳遞他的工作 所以我其中一個教導 就是如何按手幫助人靈命更生 亦都可以按手帶來醫治、釋放 亦都可以按手為不信的人 他們經歷到神的平安、興省 有些人就會信主 有些人就會 原來神可以經歷 譬如你有子女 你都可以從小到大為祂按手 祈禱有沒有經歷到甚麼 祂說很輕鬆、很平安 那你就說 神這麼真來到你身上 你愛耶穌 你自己都可以經歷 你按個手 祂自己祈禱都會經歷到平安起落 那你說耶穌這麼真 那你就以後聽耶穌說 即是說祂經歷過 祂就會知道耶穌很近 很真 那時候祂大了 更加容易 而深信神是真 會容易跟蹤神 但因為有很多人 信耶穌只是頭腦上信 所以祂覺得神很遠 好像經歷不到 有困難又經歷不到 都不知道神在哪裡 但經歷聖靈是會幫助我們 看得到原來神這麼真 而且事奉很不同 帶人信耶穌 帶人靈命更生 心靈醫治 趕鬼 這些都可以透過按手 來讓聖靈去做功 所以這是我提外話 在這裡說到 因為這個人摸了耶穌 所以就說開按手這件事 好了 這裡就說到這個婦人摸了耶穌 他說我一摸了耶穌就會傳遇 在馬太這裡就沒有說到這件事 因為我這件事是將三卷乎女福音 裡面所說關於這件事的經文 說出來的 這裡就是說耶穌對祂說的 女兒放心你的信夠了你 這三句說話 如果我們用心去想是很特別 在這本書 我有一個教導叫做 發揚神屬性查經法和講道法 發揚 即是發揚光大 神的屬性 即是神的本性 查經法和講道法 這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裡我示範一下 發揚神屬性不只是講經文內容 是講出神那種美善 這個女人的心態是甚麼呢 當耶穌問誰摸她 所以不敢發聲 後來耶穌說總有人摸她才發聲 那時候他就很害怕 他就覺得耶穌會對她說甚麼話 他想都想不到耶穌會對她說女兒 即是這麼親密的說話 真是你是我的女兒 是我的兒女兒 放心吧 即是我關心你的感覺 我關心你 擔心你很擔心你很害怕 但我告訴你不用怕你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耶穌不是說你要做多少功勞才救你 你信就行了 你一信 譬如有一個人說 我送的禮物 我送的車給你信不信 如果那個人是一個很有信用的 我信了 那車在哪裏 他即是說 我送給你 你信 有一個人對你好好的 你信不信我送的車給你 我信 那你就可以拿車了 因為他說你信不信 那神來說就是祂給很多禮物 我們信就行了 那這裏表現出神的屬性 祂很接立我們 祂想跟我們有親密的關係 祂的那種本性 是我們很難明白的 天上有這麼多天使 第二 為甚麼祂要選人類 犯了罪的人類 為甚麼祂會這麼愛我們 是不能解釋的 冰心曾經問祂的媽媽 為甚麼祂會這麼愛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因為我們小學時有讀 祂就說 沒有甚麼原因 就是因為祂是我的女兒 祂就歡喜她 我們的神都是一樣 沒有甚麼原因 就是因為祂是我的兒女 我便愛你 我便關心你 我便接納你 所以我希望大家經常都說 我是神所愛 我是神所寶貴的兒女 我可以好處的兒女 來到神面前 大家聽到耶穌說的比喻 浪子的比喻 浪子根本不是一個好人 一早就跟爸爸說要那些產業 然後用了錢之後 他回來根本是完全沒有可取之處 他便想找回祂爸爸 當他找回祂爸爸時 聖經說甚麼呢 他遠遠看見祂 他便動了慈心 跑去抱著祂頸項 連連與祂親嘴 這裏讓我們看到耶穌說的是天父 祂動了慈心 祂對我們個個都動了慈心 就是神的本性 祂會跑去我們那裏 很熱情地 祂會抱著我們 熱情地接納我們 祝福我們 連連與我們親取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這都是神的本性 就是祂是很有憐憫 而且祂很想跟我們有親密關係 而這裏的本性是甚麼呢 就是祂體重我們個個都是兒女 個個都是寶貴的 是不可以失去的 是祂很想我們跟祂有好的關係 即是如果你中間有兒女 你不會說兒女在街上被車撞到沒事 你不會覺得沒事 你會覺得很嚴重 如果剛才聽到 你的兒女有甚麼事發生 你都不上課了 立即跑去看看祂怎樣 大家一定會這樣 天父都是一樣 很關心我們 每一個 我們看到這個屬性 這個發揚神屬性 茶經發揚有甚麼特色 令到我們跟聽的人很喜歡神 我是很喜歡神的 我很喜歡神 由我經歷聖令 其實我之前已經很喜歡神 不過在我經歷聖令之後 我更加喜歡神 我知道神裏面有很大的愛 我知道將來去到天堂 我會經歷很大的愛 還有我現在祈禱投入 我又會經歷到祂的愛 又經歷到祂的喜樂 神又會使用我們去祝福人 神又歡迎我們所做的 神是一個很容易親近的神 是一個很親善 很美善的神 我們越說得出神的美善 人們就說 神真是好 神會搞定我的事 我先求神的國和祂的意 一切去交給我 我愛祂 祂就為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眼睛未曾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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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未曾想到 祂會將最好的東西給我 這樣的時候我生命不用怕 就算我們有苦難 不要緊 因為萬事都互相效力 無論是順境亦境都對我們有益處 這些就會令到我們對神 真是有信心 我可以放心 我對於信心的定義是甚麼呢 是放心 神應許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這就是信心 我信得過祂 祂一定會搞定 所以祂應許不 神做甚麼我就放心 我希望大家 這個法揚神屬性查經法 如果大家應用到 你找個經文去應用出來 我一定會給你高分 你能夠將神的本性說出來 我是最喜歡聽到的 講神的恩典 不代表我們不跟從律法 其實我講這麼多 神的恩典是推動我們去遵從 有些人只講恩典 沒有遵從 沒有遵從 一定有破壞性 順著情慾殺種 一定從情慾收敗壞 但順著聖靈殺種 必從聖靈受永生 是一定有好的果子 一杯涼水都不能不得上次 所以聖經 鼓勵我們 活在神的愛中去遵從神 這跟很多人的生命是很不同 有很多基督徒是甚麼呢 要提讀 要悔改 要讀聖經 已經不喜歡讀書了 又要讀聖經 又要傳呼音 很怕的 和說一些人不喜歡聽的 很怕的 又要作見證 很多人就覺得很大壓力 因為他們覺得是一種律法 我要做甚麼 但當我們想到 我做甚麼合乎神 神也很喜歡 神會很瘋狂 神會很喜歡 神一定會紀念 神會祝福這個人 提升這個人 我只是先講到 我鼓勵大家 另一個故事在我身上發生 大約是一兩個星期之前 有一個人 突然間有一天早上找我 他就 刻意奉獻了錢給我們 復元宣教事公 接著他跟我說了一件事 他說甚麼呢 他說我昨晚發夢 我就見到一個很高的將軍 我看不到他多高 我就覺得很厲害 我在夢中 他問耶穌 他說耶穌這個是誰 耶穌說 那個是葉牧師 我聽到我都覺得 我真是不配 我真是真心覺得不配 不過我為甚麼要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神做這件事是有目的的 神做這件事告訴我們 你聽神的話 你聽完神的話 你經常榮耀神 經常告訴別人 神多好 經常將於神的榮耀 神一定喜歡你 神就會用各樣的方法 去鼓勵你 去認可你 個個都會的 我分享這個純粹告訴你 是不難的 行神的路是不難的 OK 這裏講到耶穌那種美善 他見到你多慘也好 他都說 兒子呀女兒不用怕 放心吧 不用怕 我一定會幫你的 譬如這裏講到 我們所預見的試探 無非是人所能受的 在你受試探的時候 我必為你要開一條出路 叫你能夠忍實得住 這裏亦是神的本性 我一定會 這是第七頁的經文 我一定會搞定的 你多困難都好 你多困難都好 我負責一切 這裏有甚麼神的本性呢 神是掌管天地埋物 你遇到甚麼困難都好 祂掌管了 多大的迫白 就算有些基督徒被殺 神都掌管 耶穌說了 你受迫白的時候 你不用想說甚麼 聖靈會親自指教你當說的話 如果聖靈會教 亦都會跟祂說話 你現在要受迫白 不過我會跟你在一起 我會欣賞你 我會加力給你 我自己的心裏已預備好 有一天如果受迫白 我會知道耶穌和我一起 耶穌會跟我說話 我會說 我為耶穌受迫白是有福的 神會歡喜 我會不害怕 因為我知道 神是掌管一切 神一定會歡喜和喜悅祝福 凡是聽祂說 而榮耀祂的人 所以這條經文 神的屬性是甚麼呢 祂是掌管一切 祂亦都知道我們的困難 祂有存知 祂有能力為我們開這條出路 祂關心我們 其實這個經文裏面有很多神的本性 所以我們將來講聖經 講多些背後神的本性 但經文未必有講 這個經文沒有講出來 但是背後 神一定有這個本性 就是祂知道你的情況 祂關心你的情況 祂有能力為你開這條出路 並且祂會為你開這條出路 因為祂關心你 祂會愛你 這些都是祂的本性和祂的恩典 本性就是祂的憐憫 能力也是本性的智慧 恩典就是祂為你做甚麼 祂就是為你開這條出路 好了 在這裏我講一講 大家可以上網查 這本書我也有講到 如何查希臘原文 進去 詞曲 李宗盛 原文字幕詞 李宗盛 是 詞 李宗盛 是 人 審查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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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